我們這一章的主題就是考慮時數的數列 事實上那些性質我想大部分大家在高中 不是大部分 起碼有一部分大家在高中是已經有碰過的 那現在我們事實上是來重溫 但是我們是用最嚴謹的角度去看這個東西 最嚴謹的角度去看這個東西 那我們今天整個就是我們先講一講它的定義 然後會有一些例子 然後最後就是有關Limit的一些性質 這個定義是不簡單的 但是我希望你上完這堂課以後你會覺得它是合理的 它是個很合理的 而且你了解它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那那個當然這個定義是要記下來的 這個將來要記下來的 我們一個首先一個 當然這個數列我想碰過我先不定義數列 但是我們先看一個Limit 那最簡單就是最簡單的Limit 大家都會知道 比如說那個An是等於An之一 請問這個Limit 我應該這樣子說了 就是講Limit這個事情 首先就是我們要處理一個無窮的數列 那譬如說An等於An分之一 就是一個一、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這樣子走下去的一個數列 那當你有無窮數列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興趣去看看就是 你會不會這個數列呢 會不會有一個趨勢 它會不會越來越接近一個數 是不是 那譬如說 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的數列 那我想大家就知道了 它就是會越來越接近一個數 就是這個 這個Limit是什麼 當然是0 對不對 那這個你可以看成是一個事實 那我們當然也有一些複雜一點的 譬如說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An是等於 比如說N平方加1 N平方-1 好 那我相信不少同學呢 應該看得出來 這個當N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個Limit是 我不重寫了 就是等於 等於多少 就等於1 對不對 這個Limit就是等於1 意思就是說 當N越來越大的時候呢 這個分母是 越來越大 可是分子也是越來越大 然後呢 他們的比例是一樣的 那他們就是 越來越接近一個1 對不對 那 但是這個呢 就是 當然就是 主要Limit的想法 所以這個想法就是說 當N越來越大的時候 An就是 越來越接近 An是 越來越接近 越來越 接近 這個 A好不好 A在這裡就是1 在這裡就是0 在這裡就是0 對不對 那這個是一個直觀的一個想法 我們本來就是希望 希望是這個樣子 可是呢 當你希望有一個明確定義的時候呢 你就覺得是 你就發覺有些麻煩 那第一個麻煩什麼呢 什麼叫大 什麼叫接近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數列 它是 10的20之方除以N 那 N等於 10的 8方 夠不夠大 100萬 1000萬 11咯 夠大了吧 可是An 算進去就是10的12之方 這個數也很大嘛 對不對 那我們期待這個limit是什麼 我們期待這個數列的limit是什麼 這個 這個an 這個an 這樣子的an 你期待它是去哪裡 當an越來越大越來越大的時候 按道理是應該要接近 越來越接近一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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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0 對不對 那還是0嘛 這個limit還是0 好 可是 你的n 滿大的 你的an 不覺得它小 是不是 那 好 你說 就是你不夠大嘛 那我16好不好 兩倍 不是 是平方 那你這裡當然是 除一除的話 你看它是4 有小一些 小很多 可是也 也1萬啊 1萬算小嗎 算接近0嗎 1萬算接近0嗎 好 那 所以這個 大跟接近這兩個東西就是 當然是一個相對的一個效果 你不是一個絕對的一個問題 我說limit A 是等於 an 是等於A 那 原則上就是說 an越來越大的時候 a是越來越接近 an是越來越接近 a這個數 那 但是呢 我剛才的講法就是說 什麼叫大 什麼叫接近 那事實上是相對的 沒有絕對的 因為 10的16之方大 可是呢 an10的四方 跟我們想像的 當n越來越來大的時候呢 那個limit等於0呢 是還有一定的距離 那這個距離 為什麼會有這個距離呢 就是因為 簡單來說 這個n還不夠大 如果an是比如說 10的22之方 那我的an啊 就是等於 10的 負2之方 0.01 那就 有點小的感覺了 就是 所以就是 不夠大 那 可是 絕對來說 這個 本身就是一個大數了 好 那 還不只有這個 所謂的 爭議 另外就是 我的 越來越這個事情 也是 也是麻煩的 有時候 我們會 就是說 你的A是 你的A是 某一個點 我 這幾項 可能很接近A 可能過一陣子 我又跳出來 然後過一陣子 又跳進去 會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我的AN 是G偶性 我的G數的時候 是N分之一 我的偶數的時候 是 不要 我是 N是偶數的時候 也差不多了 N是G數的時候 是N分之一 如果是這個樣子 那我的數量 會是 有什麼 好 差不多了 就是1 然後是 二分之十的二十之方 然後 然後還有 三分之一 然後還有 四分之十的二十之方 一直走下去 是一個 就是 你的G數項 事實上是 三分之一 五分之一 七分之一 這樣子走下去 你的偶數項 是二分之十的二十次 四分之十的二十次 這樣子走下去 那 好 那你就 所以你沒有 所謂的 越來越這個問題 因為 你 這些數呢 就是 比較小 比如說 N等於 我們回去 N等於 八的時候 十的八方 我的 我的 那個 那個 N 這個是偶數項 所以是 十的十二之方 那這個項當然是大的 可是 N等於 十的八再加一的話 你的 N就是 十的八加一 分之一 那這個大概是 十的負八之方 那這個就很小了 可是 那前面的 十的八方 減一的話呢 你的 N 也是差不多是 十的負八之方 所以 前後 像是很小 可是中間 就 就走出來了 那 所以 你這個 越來越 你怎麼 怎麼說呢 我看不出來 是越來越 那所以 直觀是這樣子 但是呢 我們實際上呢 就是 因為樹列有不同的狀況 我們實際上就是 操作起來呢 這樣子不能算是一個定義 如果這個定義的話呢 就 有很多漏洞 所以 結果呢 我們是選擇了一個 所謂的 複雜的定義 因為呢 這個定義呢 是沒有漏洞的 是沒有漏洞的 那 我們就 先定義 什麼叫做 sequence 樹列呢 我可以一個一個排 事實上呢 排出來呢 我可以看成是一個函數 我們是一個函數的 這樣子的角度 就是一個 Infinite sequence 是一個函數 Function 從N去AL 是這樣子說 是怎麼樣說呢 那 這個函數就是 一個定義在 自然數 集合上面的 一個實質的函數 那 給定了任何的 正整數N 自然數N 我就可以 這個N 就這樣引過去AN AN 你可以說AN 就是等於N 所以 當我排列出來的時候呢 事實上這個 這個A1 這個A2 這個A3 這個A4 那你的那個順序 就代表了一個 事實上 已經有一個函數在裡面的 那 函數是非常基本的一個東西 我們什麼都用它 因為 它有一些非常明確的定義 那 是一個很好的語言 去描述東西 因為 就是 你可以定在定義語裡邊 任何一個N 我就可以找到一個數 這個是代表一個數 那就是依賴於N 跟我們 在物理上 就是說文字上 在科學上都是要找兩個東西的關係 那就是 一個是X 一個是Y 你要將它拉一個關係 然後就是X變的時候呢 Y是隨之而變 你知道他們的關係 那你就可以預測 我了解X以後 我可以預測Y是怎麼樣的東西 你想一想 我們做科學的時候 甚至說社會科學也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方便我們去預測 那這個預測 事實上就是 一種拉關係的 一個動作 是這樣子 好 回來這邊 我們的這個 AN 就是等於FN 那事實上這裡 我們已經給了兩個表示法 一就是 AN 就是等於 這個就是我的FN 所以 第一百項 我大概知道什麼東西 或者是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說 我現在要排起來 然後 不用那個Pattern 不用那個規律 所以 這些都是不同的 數列 的表示法 那 好 那個定義了 這個是Deputation 2 就是我們說 我們說 Limit AN等於A 我們剛才所說的 AN越來越大 AN越來越接近A 這樣子的一個不能看成定義 因為有很多所謂的反例 那些呢 都是我們覺得很明顯 有Limit的 但是都不滿足這個條件 那我們就 用一個比較複雜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是說 無論給出怎麼樣子的Epsilon 我都可以找到一個N 一個正整數N 使得 我這裡寫詳細一點 使得 這個大N以後的正整數小N 都滿足 AN-A 是小於Epsilon 那我們就說 這個Limit AN 就等於A 那 用一些比較白的語言來講的話 是這個樣子的 是 以前就說 AN越來越大 AN就是 越來越接近 現在呢 我們的角度不一樣 就是 無論 你給我要求 簡單來說是這個樣子 你給我要求嘛 你給我要求 我的AN要多接近A 那個要求Epsilon 就是那個要求 我要求AN跟A的距離小於Epsilon的時候 我就可以找到一個像 這個像 後面的那些AN 都滿足你的要求 換句話說 這個數列的尾巴 那個後面那個部分 就是要跟你的A距離小於你說的Epsilon 而這個事情是對每一個你給出的數都可以做得出來的 都可以出來的 這個要求就變強了 每一個 少一個你都不行 是每一個 所以 所以 這個就是它的那個要求 那當然有興趣的 當然就是Epsilon小的時候 Epsilon小的時候 就是 你就是 當然你這個滿足的話 我們都知道這個是若且為若 就是 AN-A 是 小於Epsilon 大於 負Epsilon 或者是 AN 是 小於 A加Epsilon 大於 A-Epsilon 這個是很簡單的代數 我們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 換句話說 就是 我的AN AN就是在這裡的某一些點 而且 是做 在大N以後的 這些小N 的AN 都會 在這個小句間裡面 對 左邊也是A-A 左邊是A-A 謝謝 好 那這個大N 當然是 隨著Epsilon 而改變 我們可以想像出來 就是以剛才的那個例子 就是說 如果你要是它很接近的時候 這個大N大概 就要往後推 是不是 所以這個N 你可以說是一個 N 有一些書呢 會這樣子寫 所以它是 依賴於 Epsilon 那 我用這個比較白的語言 給它寫一寫 無論 我們如何要求 如何要求 AN 要多接近A 可以 均可以 都可以找到 一個正整數N 使得N以後的 就是N以後的 那些AN項 AN項 都滿足那個要求 那 這兩行 要寫白的話呢 大概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意思 是從這裡呢 要 對不起啊 從這裡要連過去 這邊 好不好 好 所以整個圖畫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 你這裡有一個A 有一個固定的A 我基本上要說 就是說 AN這個數列 某一項以後的 那個 那些項呢 都會在 這個A附近的 某一個區間 那如果我的區間要求 更小一點的話 假設 這個是我的Epsilon Epsilon是0.1 那我再來0.01 我的區間要求更小的話 一樣 我還是可以找到 某一項以後 所有的項呢 就是坐落在這個區間裡面 那如果你要再小一點的話 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而且是所有喔 這裡也是所有喔 那你不能進去就出來 那就不行 那這樣子 當然是狩獵嘛 這個還不是狩獵嘛 好 用另外一個語言來講 就是說 這些 某一項以後的 我們叫做這個數列的尾巴 這個尾巴 完全都是在 這個小區間裡面 OK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定義 那這個定義呢 我們來看看一些例子 來看看 所有書都是用這個例子來開始的 所有書都是用這個例子來開始的 我們要證 要證明喔 這個只利用定義來說的 好不好 那 做這些 做這些Epsilon 我們事實上就叫Epsilon Delta 雖然這裡呢 事實上就是 那 我要證明這個Limit 我當然是按照這個定義 按照這個定義來所謂的實施 對不對 那 來執行 而這個定義呢 重點在哪裡 重點就是 你給我Epsilon 我就告訴你 有一個這樣的N 以下的東西是滿足的 是這樣子 那要找到這個N 很多時候呢 是從後面的看回來 好 是怎麼說呢 我希望 我希望你的AN-A 是小的 簡單來說是這個樣子嘛 好 我看這個 這個是我的目標 我先從目標回來去看 找這個大N 是這個樣子的 那 AN-A呢 事實上就是N分之一-0 在這個例子來說 當然它是等於N分之一 我希望這個N分之一很小 那我希望它小到什麼 小於Epsilon 那這個不是簡單嗎 什麼時候 這個N分之一一定會小於Epsilon呢 當你的N夠大的時候就這樣子 事實上你心目中的應該看到 如果這個對的話 事實上若且為若就是說 我的N要大於Epsilon的第一 是不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條件 我要滿足這個的話呢 所以 給定了Epsilon大於0 我就 Epsilon分之一就是一個實數 然後 Archimedian property告訴我們 我一定找到一個自然數 比這個實數大 By這個Archimedian property 我叫AP 好 我寫一遍 Archimedian Archimedian property 那之前我們有講過這個東西的 那我就有呢 一個大N 在N裡面 示範那就是 這個大N呢 小於 大於Epsilon分之一 好 好不好 那 那 等一會兒我再講 這裡 這裡的 現在我們寫的很詳細了 但是你熟練以後呢 這個可以簡單一點的 那 這句話當然是 若且為若 就是Epsilon是大於 Epsilon是大於N分之一 好不好 好 那 那就成了 怎麼說要成 是說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 所有 大N以後的小N 我的 AN 減A減0 就是等於N分之一嘛 好 那 既然小N要大於大N的話 小N分之一就是 小於大N分之一 而大N分之一就是小於Epsilon 好 我說就做完了 為什麼 因為 我就是 將這個定義呢 給他執行員 完畢 給定了 Epsilon 大於0 我就是 找到一個 大N 大N以後的 所有小N AN減0 是小於Epsilon 這個好像這個填充遊戲一樣 我 綠色的 這些 就是整個 重點 但是呢 對於每一個 Limit來說呢 中間的脈絡呢 你怎麼去給它連上去 就是要看狀況 那 所以 綠色的東西給它合起來 不是就是我們 那個Limit的 這個定義 的 那個 Limit存在的那個定義嗎 所以 我們就說 這個Limit AN 好 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個例子 有沒有問題 謝謝 我還有兩個例子 等於0 謝謝 這些我就插掉了 好 還是要補充一點東西 在這裡 這些是 我想是大家都 都聽過的俗語 就是說 我們說 Limit AN 等於A 我們也可以 也可以這樣子說 就是 Limit 不是 是AN 這個數列 這個AN 數列 是converges to A 這個數列呢 我們有一些符號的 作為一個Sequence呢 我們有兩個常用的符號 作為一個Sequence 一個就是用 括號 一個是用 集合的 原則上呢 應該是括號比較精確 但是呢 我用的太習慣了 我實際上就是用這個 好像集合的 有時候是代表一個集合 集合就沒有次序的 但是 有時候是代表一個數列 數列是有次序的 你排起來 你對調的話呢 是會影響到一些東西 當然你對調幾項的話 對這個Limit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 如果你對調無從相的話呢 就有影響了 好 那我們這裡呢 是 兩個都是用同樣的符號 那你要小心哪一個跟哪一個 那我這裡就講這個 converge 就是 收斂 我們就說這個 然後 我們也說 這個Limit exist 這個叫存在 這個叫存在 事實上就是 它就是等於 R的某一個數 那這些都是常用的語言 OK 當我說這個Limit exist 就是有某一個A 有某一個A 這個Limit就是等於A 這個A是時數來的 好 好 我剩下的時間 我還要多舉兩個例子 那就 這個定義呢 可能就會比較清楚 第二個例子 也是剛才弄過的 也是剛才弄過的 G偶數的時候 它是一G偶 一G偶 是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也說 這個是我的符號 就是 我的 我叫Claim 就是 我的命題 我的命題是 Limit AN 也是 也是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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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做法呢 是跟剛才的是 類似的 你只要看一看 你只要看一看 什麼狀況 可以使得它 小 那 麻煩的地方是說 這個AN 事實上 都是正數 都是正數 我都叫它是正數 可是 你有兩個定義的 所以 你怎麼辦呢 弄大的那個 你選大的那個 你當然可以分Case 但事實上 我們可以一併處理 這個數學組更漂亮 大家可以看看 你們這個星期要交的作業 我覺得也可以考慮用這種方法的 怎麼說 你這兩個數哪一個數比才大 這個數嘛 無論AN是G或是O 反正AN就比這個小 而這個 我希望它 小於 Epsilon 我可以控制到 怎麼小都可以 成不成 當然也OK的 當然也OK的 怎麼說 我給定了Epsilon 大於0 我令這個N 是什麼 就是比這個 Epsilon 分之十 的二十之三 無論如何 這個就是一個 十數 都要拿得到 這個 有沒有這個N 當然有 因為 是在 Archimedian property 保證有的 Archimedian property 保證有的 所以 因此 對於所有 N以後的 整數 AN-0 前面已經做了 就是 N分之十的二十之方 而這個 是比大N分之十的二十之方 當然要來得小 如果這個 小N比大N大 那它的導數 是相反的 而這個對的話 利用大N的 跟Epsilon的條件 我就知道 是這個樣子 所以 我又來 又來 又是另外一個填充遊戲 你看看 我就有一個N 欸 還沒做完 好 對於所有的N 這個東西 是 我剛才沒有畫一個表 事實上 當然我想一起做 也是可以 所以 所以 我已經很 很 你的 大N 事實上是 依賴於Epsilon的 它就是要 大於Epsilon 跟十的Epsilon 所以 我可以列表的 你怎麼列 事實上 這個大N 我們就是 可以選取 我們就可以選取 是 它 保證有一個這樣的大N 但是 我們用剛才所討論的 用我們熟悉的 我們高中熟悉的 那個 高師符號 事實上是可以 蠻容易的 去將這個大N 找出來 只要它是 高師符號 再加一 好 那Epsilon是 任何一個十數 所以呢 這個呢 基本上也是一個十數 那我用高師加一 那就一定要比 原來的東西 原來的 大 是不是 高師符號是 就是 比這個數 相等 或者是小的 最大的 那個整數 那如果再加一的話呢 就會比這個數 要來的 大 一定是比它大 一定是滿足這個條件 所以 譬如說 我的Epsilon取一 我的N是什麼 按照我這個公司 我就是 我用這個 這樣子的選取 所以它是 十的 二十字方 加一加一 那就是我的N 好 那 這個N以後 任何一個小N 都可以滿足 我們這個 所謂的 小的條件 那 好啊 這個Epsilon弄小一點 可以嗎 0.01 可以啊 這個十的 負二字方 好 所以我的N 呢 那麼大一點 二十二字方 好 再加一 好 我將這個 這個算出來 就是 十的二十二字方 再加一 那這個數 就會比 這個東西大 然後我剛才 這個證明就是說 如果 這個數以後的 任何一個項呢 必然滿足要求 它必然跟0的距離 是小於 0.01 好 你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基偶性的 那 偶數的話呢 如果你將這個 比如說 你將十的二十三 帶進去 你看一看 這個 A的 十的二十三字方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 一千分之一 那 當然滿足 小1 那 如果是 十的二十三 再加一的那個項呢 那是 那是基數項 是這個 它是 它是一個很小的數 對不對 它是大概是 十的 負二十三 沒關係啊 反正它滿足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用寬鬆一點的 那個所謂寬鬆 用大一點的那個數為準則 如果大數 能滿足 小數 當然能滿足 對不對 那 所以 任何的N 任何的 無論季會的時候 都沒有問題 是這樣子 而且從這裡 你應該看得出來 這個大N 是不是只有一個 我說這裡是加一 我加二行不行啊 也行啊 那後面的 如果加一的時候 後面都滿足 那加二後面更滿足了 不是嗎 少一點的點 少一點的數嘛 少一點的數嘛 這個集合少一點 候選人少一點 所以 這個N 這個大N 事實上不是唯一的 你有一個的話 你有無窮的選擇 反正你選到一個就好了 你選到一個就OK了 所以 在這裡 比如說我的F-6 很小了 一百萬分之一 沒有問題 所以按照我的公司呢 是 十的二十六再加一 那 你有 無窮的Epsilon 我都 我這個公司 都可以找到 對照的N 有哪一個會漏掉 有沒有哪一個Epsilon 你找不到 請舉例 我們就說 沒有問題 每一個Epsilon 我都可以找到 OK 那就慘了 這個Limit 有 有沒有問題 好 我們還有幾分鐘 最後一個例子 第三個例子 你看到就是 我們真的要證明這個Limit 存在 你一定要先找到答案 你可以猜 要猜到答案 比如說 你這裡呢 如果你 要你證明的話 就只有這個的話 你第一步就是 先找到答案 不論你有什麼方法 然後 我們這個Epsilon N A的論據 才可以施展出來 才可以施展出來 就這樣 好 就這樣 好 那 你看到那個策略呢 都一樣的 我希望就是 這個N平方 跟E的距離 要所謂的任意小 你要多少都OK 所以我事實上呢 要估計這個差異是怎麼樣 那你就先花一點時間 去給它整理一下 我希望這個東西是小的 這個是AN 這個是A 那如果你要寫的話呢 也可以這樣子寫 好 這個是N平方加1分之 你通一通分母的話呢 我說這個是等於 N平方加1 減掉N平方 N平方減1 減掉N平方加1 所以是 不要寫那麼多話號 是這樣子 那換出來說呢 所以 這個差異呢 事實上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還嫌大煩 我給它弄簡單一點 就是這樣一些 我們說 這些是一個不等的東西 弄一個 給它大一點 但是呢 我們還是可以 所謂的 控制到在任意小 這個E相對N平方 當然是少多了 這個主要的部分 就是N平方 是這個樣子 然後 我就說 這個 是不是 小於Epsilon 對不對 那 你要 在這裡 如果你有草稿值的話 你應該算得出來 就是說 如果 我這個小於Epsilon的話 相當於 弱且為弱就是說 我的 是小於N平方 弱且為弱呢 我的N 是大於Epsilon 等於2 更號 更號 作為五里數 我們都已經知道它有了 所以 事實上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 目標就很清楚了 簡化以後 找到你的大N的目標 那 怎麼說 所以 佛羅Epsilon 大於0 我就令這個大N 是大於 這個 更號 Epsilon 分之2 這個 這個是一個正的十數 那 我只有一個 Sorry 我應該顯得清楚一點 這個大N 是一個 是一個正整數 是這樣子 一樣 一樣 就是說 它是 被Archimedian property所保證 我們說 保證 保證 這個N 是存在的 Archimedian property 好 那 好了 然後 大N 以後的像 都沒有問題 就是 那個 N平方 減1 N平方 加1 扣掉1 剛才已經做了 就是小於等於 所以 事實上是 絕對小於 小於等於 N平方 分之2 然後 就小於等於大N平方 分之2 然後 既然 我的大N是大於 更號的Epsilon分之2 所以呢 平方了以後 再調整 我就確定 它是 小於 Epsilon 我做了什麼事情呢 我做了就是說 這個 Epsilon 大於0 我就 找到一個大N 大N以後說 像 An-A 一定小於 Epsilon OK 那 結論 這樣 那 對於這個的話 我還是可以 類一個表進來的 跟剛才的 就是Epsilon跟N 那 比如說Epsilon等於1的時候 我這個大N要大於更2 我的大N選2 就OK啦 那就是會滿足那個要求 那大N以後呢 東西都要對的 那如果Epsilon等於0.01的話 那我這裡是200 那 我的大N是15 他的平方的225 那也是OK的 那 如此類推 就是 我就是 這個大N 我可以選擇是等於什麼呢 是等於Epsilon分之2 它的高次符號再加1 那 那就是每一個正數的Epsilon 我都可以找到相關的 是不是 那 這個就是我們 數列的 limit的 最精確的定義 它有點複雜 但是 它的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有更簡單的定義 我們 就是有各樣的例子 你考慮了以後呢 你發覺就是 你只能是這樣子做 那 有了定義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定義 建立起來 就是說 這個limit的一些基本的性質 那 從而呢 去考慮更複雜的 一些數列的limit 那這個呢 我們在星期三的時候 我們再來繼續 今天我就來到這裡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如果沒問題 的話呢 我們就下課 好 謝謝大家